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场比赛万众瞩目 结果却临时推迟了40分钟才开赛 对于推迟的原因 有媒体报道是大堵车 连利物浦的大巴车都未能及时赶到球场 法兰西体育场的公共广播宣布 由于交通问题 比赛被推迟了 不过据西班牙塞尔电台报道 问题在于利物浦球迷在记录体育场时遇到了问题 因为有大约2万名没有门票的人试图打破围栏 冲入球场 据相关专家分析 这两支球队在欧冠上交手过8次 黄马4胜1平3负 稍战上风 黄马在欧冠改制之后 7次打进决赛 全部拿到冠军 他们上一次输掉欧冠决赛 对手正是利物浦 本次比赛 比赛开始后 在利物浦队的高压下 黄马场面颇为被动 门将库尔图瓦半场就做出了5次扑球 尤其是第20分钟 马内的一脚射门被库尔图瓦指尖碰到后 击中门柱 这是利物浦上半时最好的得分机会 而马内在2018年对黄马的欧冠决赛中也曾射中门柱 比赛来到第25分钟 维尼修斯在前场左侧45度传中 阿利森在本泽马的头上将球摘下 第29分钟 把比尼奥的一脚远射高处衡量 第34分钟 阿诺德在前场右侧横传禁区 萨拉赫跟上投球攻门 库尔图瓦将球抱住 第36分钟 维尼修斯在禁区左侧拿球突破 亨德森回防将球破坏出底线 第40分钟 罗伯逊在前场左侧接球进入禁区 随后短传给马内 后者领球转身抽射 皮球被黄马后卫挡了一下击中了边王 上半场结束 两队都没有进球 但利物浦牢牢占据场上优势 半场十次射门五次摄政 黄马只有一次射门 没有摄政 下半场 双方一边再战 第54分钟 利物浦从左路发动攻势 中路连续两次射门 都被黄马球员用身体封挡 第58分钟 阿诺德前场直塞 萨拉赫在禁区内连续两脚射门 都被黄马后卫挡出 第59分钟 黄马终于打破僵局 巴尔维德沿右路带球来到前场 在禁区右侧四传四射 球门后点的维尼修斯推射空门得手 黄马1比0领先利物浦 比赛来到第62分钟 把比尼奥在中场对巴尔维德犯规 吃到一张黄牌 第64分钟 萨拉赫在前场右路带球横向内窃 来到禁区前都射圆角 库尔图瓦飞身将球突出 第65分钟 利物浦首先换人 洛塔换下了路易斯·迪亚斯 第76分钟 黄马开出前场任意球到禁区 卡塞米罗在禁区内得球横向传球 却传给了对手 一分钟后 利物浦在换人 凯塔换下亨德森 菲尔米诺换下了迪亚哥 科洛普改打四前锋 第83分钟 萨拉赫在前场右侧停球进入禁区 近距离面对库尔图瓦挑射 后者再次扑出了埃及人的射门 随后 黄马打出反击 本泽马在前场直塞 阿利森抢在维尼修斯之前将球没收 第85分钟 黄马换人 卡马文加换下了抽筋的巴尔维德 比赛记录到第93分钟 罗德里哥出场换下 进球功臣维尼修斯 最终 全场比赛结束 黄马1比0击败利物浦 第14次获得欧冠冠军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